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老师 晚上好 进来 进来 这就是你家 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录音 以防我万一骚扰你 你缺乏证据 你也可以准备一下摄像头 万一被我讹诈的话还能说得清楚 谢谢 我之所以叫你来我家 我知道 是因为办公室太小了 是人太多了 这是什么 顾洁行车记录仪里的东西 这个不违法吗 你法治观念可真强 也是 您为了除掉他 才不管是不是犯法 是他为了除掉我 才不在意犯不犯法 不管他犯不犯法 我们都不应该把人家行车记录仪里的东西 车是律所买的配给他的 他现在是新的直营合伙人 所以我把我的车跟他换了 这不违法 而且行车记录仪也是律所的财产 对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您的车会比他的车好啊 他可是律所的老人 而且还是创始合伙人 就因为他是创始合伙人 所以他的车买在先 所以是旧款 我之后买的是新款 这有什么问题吗 嗯 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原来的车旧 给您换两新的 好 好 根据GPS的行车轨迹来看 顾杰的车 从会场离开之后 去了中海花园 十五分钟之后 离开回了自己的家 此前 包括此后 他的车 曾多次出现在中海花园 这是会场当时的照片和视频 有没有他们离开会场上车以后的视频 恰巧没有 全是会场的视频 这个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全布吗 全布 被邀请了嘉宾 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 您可以确定 您可以确定 那天在会场所有的人 都在这张名单上吗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 有人他临时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我认为我们需要找的人 就在这张名单上 为什么 直觉 您是想要我找到这个人 您认为这个人 他住在中海花园 而且跟顾杰原本就认识 没错 那您为什么不去问顾杰老师的司机啊 让他直接在这些照片里辨认一下 不就好了 顾杰的司机跟他是亲属关系 那您可以让丰主任去辨认啊 他喝多了 而且断片了 有人在他喝的水里面放个多 他在会场的时候 总应该是清醒的吧 他跟顾杰老师一起上的车 而那个女孩当时就在车上 他能不知道他是谁吗 一个会议那么多人 请问谁能一下记得住所有的人 我可以呀 只要我见过我就可以记住他 更何况我还跟他说过话 而且还跟他在同一辆车上 那只能说明 你的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 但是常人很难做到 如果说这个人有脸盲症 就更加困难 您的意思是 丰主任他有脸盲症啊 还是说他就是想让 你把这个人找出来 你是想说 找到这个女孩 我是受了丰印的指使吗 那请问 丰印为什么要指使我这么做呢 我知道 您和丰主任 跟顾杰老师有些矛盾 所以你怀疑 我是想找到这个女孩 让他改口 然后给他一笔钱 让他调转枪口 给顾杰致命意见 我当然知道您不会这么做 但是 我不确定丰主任会不会 丰印肯定不会 你为什么就认定他不会 你为什么认定他不会 你为什么认定他一定会呢 在我做交换生的时候 我说的是我们学校以前 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学校有个老师 他骚扰了一个女学生 那个被骚扰的女生 后来难以忍受 就跟他的闺蜜 吐藏了这件事情 于是他的闺蜜 就曝光了这个老师 最后这个老师的大弟子 他找到了那个被骚扰的女生 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 女生就改口了 而那个闺蜜就成了被告 而你就是那个闺蜜 陆曼曼那个账号 已经永远关闭了 我还知道那个女生的名字 叫林小林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早就知道了 那您为什么不说 跟谁说 我是说 您知道了 您为什么不跟我说您知道 你这是倒打一把 难道你忘了你当初在我办公室 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 我没有学历 没有什么学历 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 本科 本科都没有 我上过法学院 只不过是在最后一年实习的时候 出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不想说 想起来了吧 是你自己说你不想说 是我说的 我不想说 是啊 你自己说你不想说 难道我还要追着你问 你不想说的那件事情 我是知道的 是因为你多管闲事 然后被反咬一口 导致自己 连学位都没有拿到 所以后来 丢黑器甲回到国内 一个人把自己 关到屋子里 打了一年多的游戏 然后又心灰意冷地 去卖了咖啡 认为大部分精英 都是衣冠禽兽 认为大部分律师都是 见钱眼开 再然后 你就来了律所 准备行侠仗义 大杀四方 麦菲告诉你的 是不是 不 您认识林晓菱 我不认识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虽然我非常讨厌 尋规蹈矩 但是我也总不会 从大街上捡一个人 来给我当助理吧 我总要知道 他有没有犯罪贤柯 是不是对方的卧底 我对客户负责 我有对律所负责 所以你就调查了我 谈不上 戴希我们既然把话 说到这儿 我正好要问问你 你说那个教授 对林晓菱进行性骚扰 你又不在现场 你仅仅凭林晓菱的 一面之词 我跟林晓菱 我们从幼儿园就认识 我们当了一路的同学 我相信她说的所有的话 那么我跟封印 也不是昨天才认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跟她在一起 我相信她 所以我认定 这件事情 她一定是被陷害的 那人家女孩 为什么要好端端地陷害她 动机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很蹊跷吗 按道理说 一罪从无 这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消息 都是来自国家 其他人已改不知 而封印如果不接受 她的前提条件 那么就要被 诉许法律 所以呢 大家就莫名其妙地 搞了一个投票 封印也就 这么莫名其妙地下台了 所以你就认为 这一切 都是顾杰老师搞的鬼 当然 否则顾杰为什么坚持 不告诉大家 那女孩是谁 她叫什么 她是干什么的 她的联络方式 她的家庭地址 如果我是她 我也会这么做 这是为了保护 受害者的隐私 就像当年 我为了保护林晓菱 不管我后来再怎么被动 我都没有说出她的名字 这件事情 跟封印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同学 不愿说出受害者的名字 而封印这件事情 有没有受害者 到底有没有受害者 这个人都不一定 我们当然知道 肯定有这个人 包括封印她也知道 她都已经去了 人家女孩家了 我说了 她是被陷害的 她喝多了她断片了 那她为什么要去人家女孩家 你这个逻辑好搞笑啊 比如说现在 这是我家 你在我家里 如果说我在你喝的水里 下了东西 难道说不管发生了什么 最终的结果 都由你自己来承担吗 行了 您别说了 我知道无论怎么说 您都会说 是顾洁把封印给拉过去的 因为顾洁 她就是封印下课 这件事情的发起者和获利者 没错 所以我必须找到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存在的话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女生 那个女生跟你说封印确实做了 你怎么办 那就请给我证据 如果她拿不出证据呢 那就是诬信 这种事情 本来就很难拿出证据的 如果你不想干 你就明说 不用在这儿推三走四 我确实不大想给人家当枪使 你说什么 当枪使 好 我懂了 良情折磨而妻 顾洁是不是承诺 你可以选一个新的老师 她是这么跟我说过 但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 您希望我接受 你是想让我亲口说出 我希望你接受吧 这样你就不用有内疚感 和负罪感了吧 你居然认为我是这种人啊 那你是哪种人 我只不过想让你去搞清楚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你在这儿绕一圈子 我只能理解为你不想做 我确实是不想做 但是我不想做的原因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的狭隘 那你说一个不狭隘的我听听 作为一个女性受害者 你让她找出证据 证明自己被一个男人骚扰过 更何况她是面对一个 像您这样的 有丰富法律经验和司法实践的 优秀的律师 这真的太难了 稍遥不慎的话 就会被套进去的 我为什么要套她 你给我出去 别生气 我一点都没生气 我这是在跟您探讨啊 不需要探讨 我自己可以解决 时间不早了 出去 好